我 你 哥哥 林依 你醒醒 給我放手 林依 她就是張昭叔的那個林依 沒錯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自相殘殺 不用擔心 不會自相殘殺 因為你們都會被她消滅 來幫手了 白燕 給我上 是 放棄抵抗吧 你們可打不過她 林依 你醒醒 我們不是你的敵人 你原來還幫過我們 你都忘了呀 你說 什麼 別說廢話 馬上給我幹掉他們 是 白燕的攻擊太強了 陳凌風 從上面吸引火力 爆裂出擊 嗯 哈 爆裂出擊 陳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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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沒有她 沒有她 等等 哥哥 你看林依 你 什麼 這麼高的沉迷度 我竟然只能控制她這麼短的時間 哥哥 林依似乎就要擺脫刷刷促的控制了 陳凌風 趁現在 赤凌風打得好 想不到你也學會打黑拳了 都受傷了 怎麼還那麼多話 我沒什麼大事了 青鋒 讓我配合赤凌風吧 嗯 野破 千萬不要逞強 小心吧 讓我待在旁邊一動不動 我真是受不了了 小姐 小姐 你怎麼樣 證據是什麼 證據到底是什麼 證據 什麼證據 是夫人被誣陷的證據 我想起來了 被控制之前 她像是瘋了一樣 要點開視頻找什麼證據 那視頻被我關閉了 然後她就抓狂了 嗯 我知道要怎麼做了 呃 林林女士 你到底有沒有女兒 你平時對她關心嗎 你覺得工作重要還是女兒重要 我告訴你 也告訴所有人 我的女兒是我的最愛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也是我一生最大的驕傲 她聪明獨立 我一直都知道 哪怕沒有我在身邊 她也一定什麼都可以做到 醫生 你發來的監測數據我看了 嗯 根據數據對比 我發現 你母親的身體機能在不斷下降 很嚴重嗎 如果一直昏迷下去 恐怕後果是我們最不祥的 我們在超世界中試了很多次 還是一無所獲 但肯定 有我們還不知道的方法 看看她最愛的工作 最後帶給了她什麼 小姐 你母親不是不愛你 她也想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只是 不用解釋了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我必須變強 明白 這可是你們逼我的 這里一風 也不 白衣 我們可不能脫後腿了 技能晶片 釋放 好強 萬光之勇 好強 好強 喂 喂 這個該你 林一 你是不是一直在尋找你的母親 準確來說 是意識體 她的意識體被困在超世界了 它發生了什麼 我也想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調查 現在我只知道這些 所以我才來這兒 只有加入超原護衛隊 才能得到更多線索 嗯 你竟然一個人承擔了這麼大的壓力和責任 你從今天起 就不是一個人了 我們兄弟倆會幫你的 我不需要 林一 你先看看這個 這是我們的夥伴張昭 從未來發來的信息 她讓我們找到一個叫林一的女孩 與她組隊 成為超世界最強的超原護衛 雖然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麼 但我們選擇相信她 而這幾次經歷也讓我明白 我一直在逃避的不是超世界 而是我自己 只有直面自我 才能成為強者 哥哥 為了你的母親 更為了守護超世界 林一 和我們組隊吧 我也收到過她給我的信息 我一開始並不相信她的話 直到她說出了我母親昏迷的原因 還說 說什麼 是我以後會遇到 看來 我不得不和你們組隊了 你願意加入我們 那 我們誰來當隊長 我一個人慣了 沒和別人合作過 不會指揮 也不感興趣 沒 不如這樣吧 就由我 秦鋒 來當這個隊長 大家覺得怎麼樣 但有個前提 要是我做得不好 也不許批評我 畢竟我也沒有經驗 喂 隊長說話呢 你們什麼態度啊 林一 你剛才打刷刷兔 用的是什麼東西啊 你們身為超聯護衛 居然不知道技能晶片 哇 這個技能晶片可真厲害 哇 這個技能晶片可真厲害 一個AI居然能掌管 這麼大的視頻空間 我卻只能靠 張藥撞騙來 到處搜刷金碗 和用户數據 我什麼也沒說 我的刷刷兔 我一手創造出的AI 被人破壞了 誰 是誰這麼大膽 恐怕 刷刷短視頻 也已經被超世界封信 這 這該咋辦啊 靜蓉 你想要做大事嗎 那是當然 那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 超世界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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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知道了 找到了 在這兒 這個地點是 記憶圖書館 小姐 我們被剪刷到了 數據空間要崩塌了 啊 什麼嘛 靈一來找我們一起 調查之前的 銀香號視頻 為什麼不讓我們 一起進數據空間裡啊 你又不會編成 帶著你進去 不是更添亂嗎 我 我可是隊長 抱歉 我沒想到 你正好在出口前面 靈一 你們找到線索了嗎 嗯 我們剛剛在數據空間裡 查到 那些銀香號的視頻 來源於超世界的 記憶圖書館 記憶圖書館 應技術性調整 暫時關閉 什麼 圖書館關閉了 完了 進不去圖書館 就看不到靈靈的資料了 我先把他票都陪進去了 喂 你在這幹什麼呢 超 超圓護衛隊 怎麼了 家人們 又是封禁短視頻 又是關閉圖書館 現在超圓護衛隊都出來了 看來靈靈的事情 果然和一長好說的一樣 有內幕啊 你這說什麼呀 指控可是要講證據的 如果你拿不出證據 就不要再繼續造謠我媽媽了 小姐 這人在直播 而且直播觀眾 正在不斷增加 哼 你就是靈靈的女兒是吧 靈靈她利用超世界 幫爆裂飛車壓榨人類 到底是收了多少好處啊 說不定啊 靈靈的昏迷就是因為壞事幹多了 遭報應了呢 你說什麼 怎麼 難道你們還想打人嗎 家人們 靈靈女兒火同超圓護衛隊 為了毀滅證據打人了 還有沒有天理啊 超圓護衛打人了 大家冷靜一下 這樣並不能解決問題 都住手 白叔 白叔 我是超世界代理管理者白沫 記憶圖書館 因為技術性調整暫時關閉 目前需要超圓護衛隊進行協助 請其他無關人員不要干擾 謝謝你們的配合 請其他人們看到了嗎 靈靈的女兒和現在超世界的管理者 這麼親密 靈一 好久不見 白叔 你得想辦法幫我 事情我都了解 先別急 跟我來 如你們所見 營銷號公佈的資料 其實是被修改過的 如果直接公佈 普通人無法辨別 會引起更大的誤會 因此 我打算等修復完了再公佈 這是 震驚 超世界官方 著手篡改記憶圖書館中的原始資料 企圖掩蓋事實真相 怎麼我們也被造謠了 謝謝家人們的幫助 我們一定要保護真相啊 沒錯 我們再一起攻擊一次 肯定能打開圖書館大門的 好 好 是剛剛那個主播 沒關係 資料馬上就修復完了 這些震動只是超世界的特性 普通的攻擊 並不能對記憶圖書館產生影響 不要想篡改資料援蓋真相 不好 圖書館突然收到了大量的訪問申請 他們想用大量訪問申請 造成信息堵塞 不要想篡改資料援蓋真相 我們要求公布林林的資料 我們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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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這樣下去 圖書館會崩潰的 只能先答應他們 把他們都放進來再解釋 把所有人都放進來 容易引起混亂 白叔 你能只把那個主播放進來嗎 嗯 不知道 對啊 他還開始直播 這樣既能向大家解釋清楚真相 也不會產生混亂 我們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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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們是吧 你怎麼一直在閃呢阿閃呢 什麼閃阿閃呢 你們趕緊把林林的視頻資料公開出來 那段視頻資料被人拼接篡改了 我們馬上就要修復完 你幹什麼 我們不是答應你公布視頻資料了嗎 哼 什麼修復 我看你們根本就是想毀滅證據 他根本就不想承清真相 他和那些營銷耗是一夥的 剛從老闆那拿的技能晶片 你讓他們瞧瞧我的厲害 師父 我現在這個狀態用不了啊 嗯 嗯 啊 師父 我們的偽裝沒了 原來你是金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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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燕 你為什麼要誣陷媽媽 所謂蒼蠅不叮無縫不淡 要不是玲玲本身有問題 謠言能站得住腳嗎 呃 你胡說 胡不胡說呢 我也只是拿錢辦事 只能說這玲玲人緣太長 沒人會相信的 白燕 速摘速決 沒那麼容易 哼 還是太年輕 太沉不住氣了 看手 三九飛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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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潮云刀的分身可是实体分身 谁让你们平时一直以多打扫欺负 现在也让你们尝尝被围殴的滋味 知道的厉害了吧 放马过来 这就是技能晶片的力量吧 不能和他的分身纠缠 要先打扮本体 我和蜜蜂拖住分身 白夜 你去攻击本体 蜜蜂 我们没事 至少那家伙的分身没了 是吗 三重分身 烦死了 有完没完 糟了 爆裂姐姐的时间快到了 必须赶紧打败他 我有办法了 既然没法消灭本体 那就把本体和分身一起消灭 那家伙的分身会爆炸 怎么一起消灭啊 白夜的攻击是在为信动 只要让超音刀和他的分身站在一处 就能一口气打败 喂 那边的那是大蟑螂 是蟑螂 你跟静蓉待的时间太久 我都分不清了 毕竟你们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吧 静蓉和大蟑螂 气死我了 超音刀先把这两个臭小鬼消灭掉 确实现在 白夜使用技能攻击 爆裂飞击 满天飞营 只要把我们修复好的这些影像播放 就能证明灵灵的清白了 好 终于解决了 谢谢白叔 爆裂飞车的实力对人类来说太强大了 尽管他们愿意将技术共享 仍然会对人类造成危险 因此爆裂飞车在现实世界必须受到限制 而且只在与人类缔结伙伴关系后 才能爆裂变形 对人类缔结束 对人类缔结束 对人类缔结束